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曾经也是一个医生出身 后来经过下海的浪潮 我就进入到商界 我就去从商 我在2001年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拿到了加拿大的国籍之后 第一时间就跑回来 曲线救国 回到国内本来是想利用这么一个身份 进出方便 做两地的生意 最后没有任何结果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想做这个事情 对不起 你不是专业人士 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最后很沮丧的情况下 就遇到了我们这位易苏浩先生 他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在香港 举下了圆明园的三个兽手 还记得这个事件吗 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全世界哗然 易苏浩先生就对我讲 说你做生意呢 你现在已经离开国内七年了 现在所有的时代和你做商业的 这个游戏规则全变了 你现在要开始转行 我说转行干什么呢 收藏古代说话 你现在有资金 你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那你可以收藏古代说话 那我一想呢 收藏古代说话 我又不是学美术的 我又不是学画画的 我又不是博物馆出来的 我不懂鉴定 他没关系 你来这里 我给你进行补课 刚开始呢是就跟我讲 你一定要玩十曲宝鸡 就像我当年对我们的一个同学讲 你进门槛的第一步就是玩十曲宝鸡 你只有通过这个 才能够把你的眼睛锻炼得更高 否则的话呢 我们的眼界是很穷 老是在这低端的艺术品上来打转转 这样是没有前途的 那易苏浩先生呢就告诉我 十曲宝鸡是乾隆皇帝收藏了 我不懂 十曲宝鸡是上面有乾隆皇帝 多少多少方印 有初编续编三编等等 这些知识就告诉我 大概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给我扫了一下忙 我当时呢 把经商的这个想法呢 就彻底就破灭了 就不再去考虑如何经商 那在这个十曲宝鸡里面呢 一下就研究了17年的时间 它让你呢能够永远的产生一个烙印 哪一件东西你是永远忘不掉的 你比如说让我忘掉那里边我流失的几件作品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这里面的经济价值太诱惑了 那十曲宝鸡它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秘籍 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了 那十曲宝鸡到底是什么呢 十曲宝鸡都是由于乾隆皇帝弘历 也就是安心俱罗弘历 他是非常热爱书画收藏 自己也善于书法绘画 在他的收藏体系当中逐步的完善之后 他编撰了一部书 就是密店株林 就是收藏的历代的宗教题材的 如是道题材的书法绘画课思 其实简单的来介绍呢 十曲宝鸡呢 就是一个清单 就是一账本 就是书画收藏的一个账本 从历代的明记 一直到嘉庆皇帝的玉笔书法 整整编撰时间历时74年 父子俩用74年完成的这个编撰 分三次 第一次就是乾隆十年完成的 当时的编撰者是张照 梁施政 续编呢 就是董邦达王杰 三编呢 就是银河和黄月 那么在这些作品当中 一共密店株林所收藏的 是两千多件作品 十曲宝鸡所收藏的是 七千七百五十七件作品 总共加决的是 一万零七十七件作品 那么现在来讲 十曲宝鸡是我们中国书画收藏史上 第二次集大成的一次壮举 第一次集大成 是宋徽宗时期 宣河书谱 宣河画谱 宣河瑞兰册 第二次就是乾隆皇帝的这个 密店株林史区宝吉 在这些作品当中呢 我们只能说呢 它是我们收藏界的top 古代书画的top 就是最高的 这个就是乾隆皇帝的朝福相 这是他的儿子 嘉庆皇帝 朝福相 嘉庆皇帝和乾隆皇帝呢 本来他当时没有机会继承皇位 就是因为他也附庸风雅 喜欢收藏 本来乾隆皇帝有意将皇位给他的十一儿 第十一个王子 就是永兴 但是呢 嘉庆皇帝很会讨他老爸高兴 他又完成了乾隆最后一个心愿 就是嘉庆皇帝亲自率领大军 平缅甸 这一场战争实际上是我们输了 但是缅甸为什么要向中国大清帝国投降呢 因为他知道这次输了 下次还会来 来得回更多 所以当时的缅王认输了 亲自绑着自己到这个边境 来向大清帝国投降 大清帝国也还不错 册封你 你继续当缅王 你只要给我纳贡就行了 所以这个嘉庆皇帝 完成了乾隆皇帝的第十个心愿 他才能坐上这个皇位 那在十曲宝集里面收藏的作品 我们看一看 这些作品都是很牛的 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朗朗善口的 就是王羲之的快雪石惊帖 王献之的中秋帖 王寻的柏远帖 也就是被我们乾隆皇帝称为三西堂的三西 另外就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 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郭西的早春图 礼堂的万鹤松丰图 还有我们今天美术史上的一些传世的名记 像顾凯之的女史真图 展子谦的游春图 软尔的浪愿女仙图 黄泉的写生真心图 董元的萧香图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以及文正明的真赏斋图 这些作品都注录在十曲宝集里面 这次在我们北京故宫千里江山的展览 就展览了十曲宝集当中的王熙梦的唯一的作品 千里江山 一个十八岁的英俊少年 画的这么一幅传世名记 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清绿山水作品 其中还有北宋的一个驸马 也就是宋徽宗的孤府 驸马王身的作品 燕江碟障图 另外宗室赵伯居的江山秋色图 都是在千里江山大展里出现 而且这些作品全部都是注录在十曲宝集里面 那你说十曲宝集的重要性多么厉害 那十曲宝集到底有多牛 这个可以跟大家讲很牛 很牛 因为什么 至今为止你们也都在拍卖场看到了 那么一个十曲宝集 就那么小小的一张纸卖1.5亿 不就是一张纸吗 为什么卖这么贵 那纸和纸不同啊 那是乾隆皇帝收藏过的纸 上面有乾隆皇帝的心血 有他的印章在上面 所以他的这个牛就牛在这里 十曲宝集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呢 带来你对 我收藏了一个乾隆皇帝收藏的东西 我可以跟乾隆皇帝去对话 等于我做了一个和古人对话的这么一个穿越的机会 是不是很牛啊 当然是很牛 在十曲宝集的作品当中 曾经在1995年 张纤的实用图就是1980万 我们华夏鉴定第一人 也是鉴定书华鉴定泰斗 徐邦达先生 也就是号称徐半尺的徐邦达老先生 他呢 看到这个作品之后 第一时间反映 故宫必须买下 故宫能够出1980万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当时的故宫的院长是他的学生 为了这件东西 他的这个学生呢 还犹豫 坐在拍卖场上不敢举手 徐老先生就抓住他的手 你给我举起来 结果就最后落锤架 加手续费1980万 落锤架1800万 这一个成交记录 打破了当时中国艺术品的成交最高记录 它成为当时的最高记录 古代书画 当时一些收藏者 为之振奋 哇 这个作品这么厉害 那我们手里的石曲宝吉 是不是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呢 所以石曲宝吉的魅力 和他有多牛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就是张仙的石永图 张仙这个人 我们对文学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诗人 词人 但是这一幅作品根据我们的考证 他是张仙83岁画的 张仙80岁的时候 娶了一个十八岁的苏东坡就嘲笑他 八十新郎十八年 一书梨花鸭海棠 就嘲笑张仙 那张仙到底能不能绘画 我们经过考证的美术史上无考 张仙没有作品 那么最后经过了解石永图上面的所有的诗文 全部他是父亲的不是张仙的 那不能说是张仙石永图 原则上来讲应该说张仙父亲石永图 那就张仙为了纪念他的父亲 请名手名画家帮他画的 在这幅作品上 就他的这个技术性来分析 他的建筑方面 人物的服饰方面 还有一些笔墨的特点 相信八十多岁的人是画不了的 如果根据这个落款的时间考证 他是肯定画不了 眼睛不行啊 我们现在人到四十八 基本上眼睛就都花了 常言叫花不花四十八 是吧 我四十八那一年刚好眼睛也花了 那作为一个八十三岁的老者 我相信他画不了这么细致 这个作品呢 虽然不是张仙的亲笔 由于他是北宋人所画的作品 当然他也有他的应有的价值 所以徐邦达老先生就立主一定要买下这幅北宋绘画 这张仙史勇图拍完了之后 再也没有这么高的石曲宝记录成交 2007年北京汉海拍卖 又出现了宋人的一个梅花诗意图 意名就是没有作者的名号 那这个作品如果要按照我们今天来讲 五款没有必要出那么高 可是当时呢 这个作品呢被命名为宋人 鉴定专家都认为是宋代的书画 那就由首都博物馆当时用八百八十万收购 落锤价是八百万 当时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当首都博物馆买到这东西之后 很长时间没有提货 有人认为是买高了 有人认为是买的不好 有人认为应该动用优先购买权 在底价内就可以买到 但是呢这都没有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作品被再挖掘出来的时候 首博第一时间把钱付了 收回了这件作品 因为什么 我们宋代的绘画 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 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常言说我们宋代的绘画 是达到了最高的绘画水平 它的境界 构图 笔法 末法 都达到了极致 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清的绘画 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近现代的画家的绘画作品 完全不同 宋人的绘画 达到了一个什么最高的境界呢 气定神贤 这是宋人的一个格局 从绘画的技法上来讲 他给我们看到的 他的至详至习的笔法 以及他的一些个构图的特点 非常有逻辑性和哲理 我们看他的作品呢 很明显给我们的两个字就是安静 因为大家想一想 现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在争抢石曲宝吉的作品 加世德的纽约春拍 曾经有腾田美术馆 六件石曲宝吉拍了八个亿 六件石曲宝吉的作品拍了八个亿 想一想这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么最贵的一幅画 也就是我们今天石曲宝吉里面最贵的一幅画 目前的记录是六龙图 陈荣的六龙图 成交价是3.3亿人民币 和人民币3.3亿 在我们现在全球的拍卖公司 征集拍品上 石曲宝吉的作品 已经成为一个风向标 一个好的拍卖公司 能否征集到石曲宝吉的拍品 就意味着你这个 这一场的拍卖会质量有多高 不是说你争了多少 齐白石张大千 你这拍卖公司就有多牛 不是这样的 而是用一件石曲宝吉来衡量 这拍卖公司的老总们 经常会说一句话 我们这场里边有一个石曲宝吉 或者我有两个石曲宝吉 作为他的一个骄傲 他绝对不会说 我这一场有30件张大千 有20件齐白石 他不会这么说的 这些作品对他来讲是行货 但是石曲宝吉的作品 对他来讲 是他的一个风向标 那么这个就是腾田美术馆拍出的石曲宝吉的六件作品的清单 它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四年 2月22号 纯王府馆市张宾法 落款 这是这就证明了 在大清帝国被推翻的时候 满清的一些王公贵族 由于生活所迫 生活的拮据 入不敷出 他要从他的收藏里边 拿出很多作品来进行买卖 进行交易 那一次性的由山中商会 收购 山中商会是日本当年最大的一个文物公司 他主要经营的是中国文物 曾经的这个山前定次郎在纽约举行了一次拍卖 1929年的时候举行了一次拍卖 这个拍卖里的东西 今天任何一件拿出来 可以说都是天价拍品 最后山中定次郎 由于在美国逃税 被美国政府狠狠地罚了一笔 一千万美金 二九年呢 一千万美金 破产了 最后山中定次郎将他所有的藏品全部释出 那么我们再看2015年的时候 我们的故宫庆祝90岁的华旦 专门举办了一场石曲宝吉的特展 为什么要做石曲宝吉特展 而不做其他门类的特展呢 就是因为石曲宝吉是最能打动 我们每一个收藏爱好者 每一个专家学者 每一个买家的心 所以他举办了这么一个展览 由于这个发酵的效应 吸引了很多社会人士去观看 据统计 参观的人数超过五六百万 那每天排队的人数都是几万人在排队 而且展览的时候 你只能从这件作品面前略过三分钟时间 你等于在那里排了几个小时 就看三分钟 甚至于到凌晨午夜 故宫的领导都没有睡觉 在那里陪着大家 很辛苦 就是为了看一下石曲宝吉 那么在展览期间呢 我也陪同我们的广州美院的医院班同学 还有清华艺术品研究班同学呢 历临现场 我们排了十个小时 排了六个小时来观看这个展览 当时我们排队的时候呢 这个场景很好笑 饿着肚子 天又冷 买一杯热咖啡 啃干面包 上厕所怎么办呢 就要跟前后左右的人打招呼 否则的话你回来 对不起 人家不承认你在这里 那你就出局了 为这个事经常出现吵架现象 这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展览就是这个特殊条件所致 今天呢 我们暂时呢 先介绍的这一集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对石曲宝吉呢 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希望呢 通过了解石曲宝吉 我们知道怎样在市场上去发现石曲宝吉 去购买石曲宝吉 以及收藏 下一期呢 我们将讲呢 国民中的国宝是什么 这个国宝真的很贵吗 谢谢大家